嗨,我是Teddy,歡迎來到我的全新的 軟體合成器教學系列影片 這一個系列是要講的是一台非常受到電子音樂製作人們歡迎的Silence One Silence One幾乎是人人必備的軟體合成器 只要你做的音樂是電子音樂的話 建議Silence One這台軟體合成器是一定要入手的 它的價錢是一百三十幾吧 差不多一百四十塊錢歐元,換算成港幣的話是一千二一千三 新台幣的話是四千七、四千八百塊錢左右 算是性價比很高的一台軟體合成器 那它也是一台減法合成器 如果說正在收看這部影片你不太清楚什麼是合成器 減法合成器以及它裡面的構造的話 建議你可以到我的Mustive系列教學影片去看第一集 先看完那部影片之後再回來我的Silence One系列教學影片會比較好哦 這一集的內容是要講解Silence One它的基本的構造 還有它的發聲路線呢 既然它是一台減法合成器 它就是一定會有Ossilator 就是負責發出聲音的Ossilator 在這裡 在畫面的上方 Silence One它的構造 很好理解是因為它是一層一層的 它的第一層最上面就是Ossilator 中間這一層就是Filter 然後再往下的話是有Filter Control 在這裡 以及Mixer 再往下就是它的調變區 就是它有兩台 Modulation Envelope 有兩台 LFO有兩台 以及一個很特別的 Modulator叫做Misc 還有Misc 1 還有Misc 2 剩一層Ossilator送出來會到哪邊呢 會到這個地方 到Filter A 補充一點 在Silence One它有四台Ossilator 那為什麼現在只能看到兩台呢 就是Ossilator A1 還有Ossilator A2 是這樣子的 Silence One它裡面它有分成 Part A還有Part B 大家現在看到只有Part A的部分 Part B的話是在這個地方 Part B你按下去 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顏色換了 這個是米色或綠色 這個不管它 在Part B裡面呢 它有Ossilator B1 Ossilator B2 Part B裡面它有內建一台Filter 聲音從Ossilator發出來之後 會送到Filter A裡面去過濾 Filter過濾完聲音之後 聲音會從Filter跑到這個地方 中間這個地方叫做Amplitude Envelope 這個Amplitude Envelope它可以負責 它會負責處理聲音的形狀 就是比如說讓它有Fade In Fade In的效果 或者是有Fade Out的效果等等 然後聲音會送到Mixer去做混合處理 這個Mixer裡面它有三個推桿 就是Fader 一個是Mix A的意思是Part A的聲音 B的意思是Part B的聲音 你可以去動這兩個Fader呢 去平衡Part A還有Part B這兩個Part的音量 以及這個是Main Volume 這個就是總開關 就是聲音的Volume 這邊有一張圖要詳細解釋了Sylence One 它的很詳細的發聲路線 我可以把它放大 Oscillator A1、Oscillator A2 發出聲音之後會把聲音送到Filter A 或者是說你也可以選擇把Oscillator A的聲音 把它送到Filter B裡面去過濾 同理Oscillator B1和B2所發出的聲音 你也可以選擇送到Filter B去過濾 或者是把它送到Filter A裡面去過濾 那兩台Filter呢 中間會有一台Filter Control 這個Filter Control它算是兩台Filter的老闆 它是負責控制Filter A以及Filter B的聲音 再來是在Part A跟Part B裡面它都有 各自有一台Amplitude Envelope 再來聲音送出來之後呢 經過Mixer來做出平衡呢 聲音從Mixer送出來之後 它還會經過一個Master Effect 那Master Effect在哪裡呢 在這裡螢幕的中間 這個螢幕的中間它有幾台效果器 要一二三四六七八 它有七種效果器 Distorted Phasor Colors EQ Delight Revert 還有Compress 以及一個MIDI效果器是Arpeggiator 經過這些效果器處理之後呢 聲音才會送出來 讓我們可以聽到 好的 以上的內容就是關於Silence One 它的基本構造 以及它的發聲原理 下一部影片 我要教大家怎麼使用它的Preset 以及其他設定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